这些是否还要等下的? 当然要了 这样的颜色 不要了 3、4、20元可以吃了吗? 要多磁 4.7元 给了钱再说 煮粥、煮一些菜汤 其实也可以 粥是最好的 后面很会静止 二度 这个时候最好吃 放一点 排骨 放一点 番糞 混合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日 现在早上已经11点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信德三周市场 话说上次我们不是来看过烏龟 因为疫情比较反复 所以很多档口都没有开门 当时只是匆匆来看过 便走了 不服气 今天再来 看看有没有好东西 听说 尤其现在开了休逾期 不知道还有没有 人家信德卖淡水雨 我没有说过 快点走吧 今天天气是热的 为什么会下中雨 不要理他了 31度 我们就来到这个 这个叫什么冲 这个也不知道叫什么冲 这个也不知叫什么冲 雨波冲 我刚才说这个是雨波冲 乱说的 不过好像是真的 前面写着雨波 两个字 哈哈 我们会在这里走进去 上次我们也在这里走进去 其实今早我们是开车过来 差不多到的时候 完全失败了 很远很远 差点到去 大量 是啊 走多了半个小时 这样的 在广州市区 比如说我们 在我们家 环少路过来 如果不走高速公路的话 来到这里 大概是一个小时 多一点就到了 走高速会再快 多10分钟左右 但是重点是后边这一段 后边这一段 因为这里会有交通管制 随时有些位置 平时能进去 都会封住 我们平时进去的位置 就封住了 没办法 一直终着 都不知道去哪里 去到应该是 不较大量的方向 再终着 再多了20分钟 原先计划是10点半到 现在是11点15分 不过不要紧 时间 上早 市场就在前面 那边又叫三周市场 又叫三周 星期日市集 但是它就不同 我们上星期去的区 因为区 是会有一个很大的特征 就要逢龙历 16 27 38 49 才开 这里就不是的 就是星期日最热闹 有少少 好 终于来到了 感觉上热闹过上次 感觉上 上次这个位置还封住 不让它进去 我记得是 现在是不是封住 现在自出自入 不如在这里进去 不如先来一堆 就是卖水果 石楼两个半 近期卖石楼太多了 看都不看 我们就走了 还有很多 番茄 蔬果 卖 苦瓜 两个半 然后地上的粟米 脾气 多夸张 哈哈哈 真的热闹过上市 很多很多 甚至乎 比我们去过几次 都要热闹 全部都是排满队 买的人 这里卖干果 不是干果 那些煲汤链 丝杂 真的真的 上市真是纯粹一个市场 至于现在这里 我看不到它的尽头 然后又有这个烤鸭 这里卖多少钱呢 一样 33元 33元 17元半 这么像上星期那个 哈哈哈哈 似乎 刚才我们看见 那位叔叔在转卖烤鸭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会看着时间去市集 他可能会给少钱 镜头三几百 拿个摊位 然后呢 来卖东西 这些时间是不会有冲突的 所以就说 今天我可能会来这个市集 明天会去那个市集 卖鸭 卖烤鸭 再来 还有哈密瓜 老婆 我懂得看哈密瓜 这个是 十元三斤 哈密瓜 这个十元两斤 我又以为是十元两个 黑美人 上星期还没吃完 还有一些 卖凉茶 这个叫什么 金龙茶 我闻到很香 五花茶味 很香 五花茶味 隔壁 这个就是 卖云乙 浸起就是这样的 云乙 木乙 还是云乙 接着 看到市场最便宜 五元木条 听到三机 听到老闆在叫 五元八条 变成 这些什么质量 像这些简单的 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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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一般的 我觉得一般的 套 货美 选不适 没办法 今天气温是高的 但是风吹起来也很凉 就不是那种艺菊的感觉 有热口晒着也是会出汗的 但是陰的地方好像这些 就一阵风吹起来很舒服 这个是已经开始卖梨了 到差不多中秋节就有梨卖了 梨啊 水耻啊 各种 水耻就未见到的 又见到我们最喜欢的东西 不如整杯喝一下吧 我们去习市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再来 借汁5元两枝 弄一瓶喝一下吧 原来是这样的 我以为用这架冰 原来这架冰是用来浸的 就是这种 它用一种最原始的方法 来雪藏的就是放在这架里面 就没那么快 不过是入瓶的 就是用这种一路炸一路炸 以前小时候就是这样喝的 5元两枝就值得买了 对啊 一枝冰一枝不冰 不冰就迟些慢慢喝吧 或者拿回家也行 喝了一枝冰的 其实冰的也不太冰 你看看那架冰就知道了 不过在这样的鱼盐下 又有口喝 还有它不算很甜 甜到很浇关那种 挺好 嗯 好过喝可乐 剩下这些就给老婆了 哇 还有富贵粥卖 它这样包着就行 老板多少钱 一个啊 虚骨的三条 虚骨四条 我挂着看富贵粥的时候 老婆不知道在哪 我找到它了 这部分呢 全部都是卖 花花草草的 喂 我们之前去过 陈村那里看过 不是陈村 不是陈村 没有做的嘛 再来还有 鹿油都有 至于这边 更多那些 果树 翻轨荔枝 整棵翻轨荔枝 不过呢 可能海外观众 不觉得很兴奋 因为你们在家 其实应该是可以搞得到的 对吧 所以呢 来买这些花花草草 怎样去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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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是陈村的嘛 对吧 我刚才发现到 还有夜来香 百香果 几个人 真是什么都有 简单看那些花花草草 就开始进入禽料的地方了 即是鸡仔 鸡种 已经很离远 就闻到那股 那股 鸡味 厉害的 葵花鸡苗都有 这些 这些 养大的 买很贵的 一只 去那些餐厅吃 就算吃人 都要一百多元一只 我去过 除了鸡以外 全部都是 鸭仔 是鸭仔 这种 嘴扁的 这种 有模式 有色 这种 这种 都是鸭 就是一只 鸡有只颜色 终于 我们看到价钱了 这种 叫做 广西 腌鸡 即是腌好了 腌好了 就 看来做 斩光鸡 是吧 十元一只 一只 简单 又看鸡仔 鸭仔 那些 花草 之后 我们慢慢向市场进发 里面会有淡水 鱼 室外部分 我们未必会去 室外部分 看看和上次 还有没有什么不同 上次 和大家说过 我来过这里 这里是附近 一个最大的 乌龟市场 多少 龟 全部都是乌龟 不过 今次 我就不和大家慢慢 有什么品种 继续走 刚才我去问 金钱草的老闆 最初我跟普通话 最后 人家当然会说 广州话 粤语 很搞笑 通常我们都会先这样 你怎知道 不过来到这里 才发现 其实有很多小贩 他们都是本地人 我们刚才开车 在外面那条路 就是上了上面 在下面 应该 有什么狗 哇 那只狗多醒目 你看 对啊 金银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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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银花很贵 猫爪草 全部都是清育的东西 这个叫水翁仔 怎么用的 这个是感冒最好 感冒最好 就是煲水 水翁仔 怎么卖 五十一斤 五十一斤 不用一斤 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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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喉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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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水可不可以 一定要煲的吗 煲一下 煲一下 出味点 煲好 麻烦 对喉咙 暂时 理解到就是 不过 一定要煲 煲出味点 我想买些回去 浸水 没办法 买焦 这些煲都可以 这些是否还要等下 阿姨 当然要了 那是一项 三四十十 可以吃了吗 要煲 四个七元 给了钱再说 二十三 税 老师 终于被我们买到 一些粉焦 未熟的粉焦 就放几天便可以吃 这样就对了 我正想说这些椒有保鲜剂或催熟剂 这些必然有的 它一梳就放在这里 不追求卖相 会买就买 差不多到8月15日 芋头就上市了 味道最美的 但已经有了 今天已经是零力的24 还有10周日是8月15 前一集 我跟太太说去盐香楼买的月饼 我再解释一下为什么 当时我们太兴奋了 因为你需要到的 但很多时候那些月饼 你买到给老人家才算 买到给老人家 它是真的吃不了那么多 老人家就省了 你叫它硬吃吗 对身体又不好 但一定要有 你拜神也要 买一盒小的给它 然后再买多些米的油 这样就对了 这个月饼 连香楼这个小盒装月饼 到时一定要回去买多几盒 他来送禮 再来 红葱头的老婆想买很久 但不知道为什么 她又走了 看见 还有白芯番薯 这个是 是不是毛豆 叫做 烧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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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的 不知道是不是 我不肯定 糟了 我刚才来不像拍摄 那位叔叔卖的通菜 整棵 好像半个人那样高 挺大的 过半钱 我都不知道有多重 过半钱 真的值得 这区域又回来 买鸡 乌鸡 乌鸡 鱷鱼 全部都有 再来 还有鱷鱼 卖 现斩鱷鱷鱼 不过鱷鱼已经已经熬了 哇 你看 几大只鱷鱷鱼 几大只鱷鱷鱼 好 头 好像有半个人那样长 接着 这边 还有凤眼果 瑺鱼 还有一些刁鱷鱷鱼 评须的钱 五千 就说 五千 麻烦一 lud 五千 五天块 襪子上的蛇 都是白天 沒法上的 好 糟糕的 好 真是 热楼上市有很多, 上市只有几档 我说是卖龟, 现在完全看不到 因为通常有时候, 让我可以拍摄的东西出现得太快 刚才听到老板说, 他正在卖龟 我当然不知道是什么龟 因为前面听不到后面, 他说是三千多元,五千多元 是金钱龟来的 这些龟有些是旁来做种物, 有些是真的拿来吃的 有些已经是煮好了 虽然, 重物量少一点, 老实实 下面那些, 应该是原菜 上面那些, 真是不知道是什么, 知道观众告诉我 再来, 还有, 君安烧猪 不知道大家喜欢的, 蒸猪我就不一样了, 烧猪就挺好的 看看有没有好东西可以选择 哦, 买烧骨, 这些比我们外边的市场漂亮 那些有半丁冻, 这些是煮粥, 煮粥好 好, 就它了 因为其实我自己都很喜欢吃烧骨 但如果在市场买, 有些真的很一般 但这些一看就知道什么质品了 这边又是卖烧骨了, 十六元清货 整件整件的蛋 我自己选择, 我要这些 要哪些 在这些 吃的 煮粥, 煮一些湯, 煮一些菜汤 其实也可以 粥是最好的 那一包 是后面, 后面的空间会更好 是什么?煮粥 是什么?煮粥, 什么? 会很严重的, 现在收工后 一朝买17元 20元 16元一斤 我们买了20元烧骨 煲粥 煲完后 为何要烧骨煲粥呢 烧骨是有咸味的 烧猪当然要咸味 煲粥的时候 就不用再入味 用烧骨原先的味 煮到粥 这就很好吃 简简单单走过一圈 很多店铺就已经关档了 最后就来看这个 卖这些活鸵 这是青鸵 前边还有白鸡 至于旁边 整只烟汤 在旁边有车 他们害怕 然后全部都是活鸡 这些 这些吃整个星期 哦 芦花鸡 自什么鸡汤 那里是有一汤的 自己就没办法 这儿很有趣 鸡旁边是买椰子 这个鸡 这两只鸡 台山走山鸡 脆皮豆鸡 很厉害 很厉害 旁边是买椰子 你就可以买椰子 回去煮鸡 吃 哇 这只鸡很搞笑 你看他的头 弄断了 你看看这个 他的头弄断了 挺好笑 他的头弄断了 市场就简单看过了 现在刚刚好 刚刚好 十二点 也是要去吃饭 顺德 就不怕没食物 有几间店铺 都在我们计划里面 远一点的 去到北教那边 就有海鲜餐厅 又或者外边的街 有几间 顺德菜餐 到时再说 看看老婆心情如何 想吃什么 我们上车再说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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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进来餐厅 这里叫做蝦饼 看一个阵子 多夸张 这才是 证得当地人吃饭的地方 非常幸运地 我们又分配了一张大袋 这里有小袋 不过所谓小袋 都是六人袋 又来到眼花缭乱 独餐牌时间 这里主打就是海鲜 但是海鲜价 就要去海鲜池那边 我们来看看其他海鲜以外的美食 又来烧鱼了 为什么我们经常吃烧鱼 因为上次也和大家说过 你来潘虞 顺德 南海这些 他们有自设工厂 市居 市居哪怕做得再美再美 在新鲜程度上 是有所欠缺的 至于在这里 旁边就是烧鵝的地方 当然漂亮 烧鵝一定会怎么来的 至于这些海鲜类 我们完全跳过 因为去海鲜池体才好 我看到隔壁 这个生蚝也不错 我们去到再说 蒸鱼 来到顺德 蒸鱼 可以想一想 直接跳到后面 鲜菇炒牛肉 全部都没有写价 之前的 我要去那里看 这里我不熟了 我们直接去点餐 那里来落单 原来是这样的 上面 这里有写着水产的价钱 这里有写着的 老苦班 青龙 85元 聖子 花蟹 早几天吃过 未必吃过 肉蟹 它是断脊的 烧鵝也没有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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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罗氏蝗 这个不是 罗非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黄骨鱼 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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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条鱼吃一下 可能便宜便宜便宜 行不行 不过我不懂 你说是 我吃聖子 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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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刚刚落好单 这个落单方法非常新奇 就是叫我服务员姐姐过来 手舍 按机 来农庄有一个坏处就是 你一定要很早很早来 现在1点钟了 烧鵝不卖完 那就没办法了 我们点了些什么呢 我们点了些 炒性子 炒性子 一来 58元 还有一个叫做蕃薯焗骨 蕃薯焗骨 蕃薯焗骨 好像是五十多元 48元 48元 再来还有一个炸鸿鱼 三道美食 吃完 我们就回广州等上菜了 这么快 两道菜 我试试这个炸鸿鱼 这个真的很小 18元一碟 但是 皮炸得挺漂亮 不知不知道是什么酱 这个会是甜的吧 我猜甜还是酸呢 酸的 酸的 18元 餐前小吃 又看看和广州那些 有没有什么不同 这都是吃过脆口的 嗯 吃过脆口 肉就别想了 对 刚刚新鲜炸上来 但是没有油液味 虽然肉很小 但是也有 不过 你看看 哎呀 跌了 18元 这个汁是甜口的 酸酸甜甜的味道 它又不像吃酸甜骨那种甜 它的皮属于那种脆的 但是又不会说一碟就散 反正不像我们去吃蛋撻那种一碟就散酥皮那种的 原来被老婆发现了 她说是春卷皮 吃下去又有点似的 对不对 我说不错 很正确 嗯 试过餐前小吃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这个番薯 排骨 刚才我看完大人海吃的 哎呀 我以为它是菠萝 哎呀 没有了 和我整个吹嘘自己的快指工有多叹 为什么会夹着会掉下来呢 因为它表皮是轻轻炸过的 炒肉是脆口的 虽然没有像拔丝那种 而且它似到这么亮面 我最初以为是番薯 不是 以为是菠萝 实际是番薯 试试味 嗯 嗯 没错 表皮是脆的 里面不算太软的那种 不是说很粉很粉 但是呢 番薯够干身 番薯干身有什么好呢 就是够甜 信德人 信德人真是懂得煮食 我认识都没有这样的菜 番薯和排骨 和排骨 放在一起 因为薯仔 都试过 经常会有 它这些排骨 全部都是这种 但是软骨那种 就不是整条排骨 就是不像这种 这种就是我们平时 都有 不多 不过我自己喜欢吃这种 但是其实呢 软骨就滑点 没错了 老婆喜欢吃这个 我是喜欢吃这个 我喜欢吃这种 两款都试试它 试试它 试试这个先 应该都是轻轻炸过一下 可能会有醃过 它这些排骨 醃得很好很好 很好 没有粉味 就不会说不腍 那种排骨就真的 好像他们上一次 来到信德 就是排骨饭 就是那种味道 它这些排骨 就会再大小小小 排骨饭 你没理由做到那么大 排骨饭上面的排骨 是小一点的 但是味道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那种很软的感觉 在广州很多茶楼 我们有时候不敢吃 蒸排骨就是这种原因 因为你很难吃得到这种味道 蒸排骨最好吃 就是这种味道 接着当然是炒杏子 最贵的 不用加辣椒 已经是辣口的炒法 这个这么小 但又大 辣的 但不知为什么我吃到菠萝味 应该不是菠萝味 有青椒 这个应该是豆豉 我吃到菠萝味 这个是洋葱 下面这些有几大粒 有几大件的 再加上下面这些汁 它就不是那种大圣子 有时候我们在市场自己买 圣子有几大一只 炒完之后 有点缩水和青椒差不多大 不够鲜的 而且炒法做得挺好 这些那么多辣 这些味道是很复杂 很复合的 有海蜇味 有豆豉的咸味 有鹽 有蜆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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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饭 嗯 我很欣赏它们的排骨 虽然我自己也很喜欢 你给钱吃得到很漂亮 但是排骨 在我们广州市场 比较难吃到 有这样的水准 这就咬下去 很脆 嗯 轻轻炸 再搬上蜆味 有蜆味 有蜆味 有点甜 嗯 我再选择没有卵骨 这一块 这些汁 就这样 大家不要以为这些是油 这些是蜆薯糖 蜆糖 就是真的 再给大家看一下 最初 可能和大家一样 以为下面那些是油 死呀 那么多油 吃死你 不是 也就是没有油 骗你 是蜆薯糖 来的 再蘸这些汁 这个 夹着它 蘸这些汁 嗯 好吃 吃得油多 不健康 我们不是枪的 这些就不是油 是健康 再做多一块 排骨 是要来到顺德才有这些菜 嗯 嗯 接下来试一下 姓子拌饭 再蘸些汁 一定要蘸汁 你不蘸汁 其实姓子原先 它的鲜味不算很厉害 是吃一个爽口 再蘸汁 蘸汁 因为姓子跟很多贝类一样 原先的味道 不会太鲜 它不像我们吃虾 蝦 蟹 所以一定要配多些汁 然后拌均匀 甚至乎 多了少少问题 都不是很大的 但是 为什么我刚才这么说 你没有听过人的白灼性指 白灼虾油 蒸蟹油 白灼虾油 白灼性指 我听过 它没有味 就算煮完后 煮完后 煮点豉油 煎辣 都不太好吃 如果青椒不够 再煮多点青椒 放在面上 这碗饭 就够了食材了 好吃 我和老婆 最大的感触 来过几次信德 都是 虽然 单价 比我们在广州的五次茶楼 稍为高一点 但是基本上 乱点送 你都不会失手 对 老实说 刚才我们点送时 有点措手不及 哎呀 没有烧鱼 令我们有措手不及 挺好的 尤其是姓子 姓子最后 它的味道 足够锅气 我们全部都吃光 连青椒都吃光 青椒是对身 不是青椒 那叫辣椒 不算很辣 少少辣 对身体非常有好处 不是炒得很老 非常好 差点忘记和大家说 来这个交通路线 首先 信德 佛山这个城市很有趣 它们的公共交通工具 其实真的不太发达 真实实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都是开四个车 每个人都是开四个车 在这里过去北教公园地铁站 开车6分钟而已 如果没有开车的观众 你可以坐车到北教公园地铁站 打车过来也可以 打滴滴过来也可以 非常方便 6分钟 收到你多少钱 我都不想知道多少钱 在这里有个地铁站 这个是未建好 叫佛山三号线 鸿旗石站 建好后来这里吃日爽 还有几步 就竣钓后来 mein이 还迹来运的 inteiro 倾向盘 走吧 到这边 周een 后终于见到注意amento 在信德 这是北教 落藏 或是落藏 高度 这里叫做森业城 深圳的森 业城 森业城 樓盘也有人居住 很多人都掛衣服、掛衣服 有花草、树木 看来这些樓盘 我认为住在这些樓盘 都不是本地人 你认为吗? 没办法统计 看到房车 请坐坐车身车道 保持转路行驶